大家好,我是小胤,欢迎来到我的知识区频道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款非常强大的免费录屏直播软件OBS 第一次使用时设置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但是设置好,后面使用会觉得非常方便 那我们开始咯 首先我们去官网下载OBS的安装文件 大家可以去官网去找,一定要选这个地址的 千万不要瞎错咯 我也会把下载链接翻到简介里面 这里有Windows,Micro,Linux三个系统版本 根据你电脑的类型下载对应的版本就行 我用的是Windows 点击下载Windows版本 好,这就已经在下载了 这是我们下载后的文件 右键用管理员的身份运行 这样打开软件不容易发生问题 虽然是英文的,但是没关系,我们点击下一步 这里查看完所有条款,直接按下一步 这里选择软件安装的位置 也可以不修改,安装在默认位置 点击下一步,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这里是一些发布信息 取消勾选 安装完成 好,我们在桌面出现了OBS的图标入口 双击打开 第一次启动的时候会有一些预设值 这里我们先选录屏 下一步 这些根据它的推荐直接下一步就好 这些在软件里都可以随时更改设置的 我们马上就会讲到 好,点击应用设置 这里就算我们软件的一个主界面了 如果你的界面不是这样的也没关系 点击屏幕左上方 停靠窗口 重置停靠窗口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可以设置很多的场景 这个在直播的时候非常实用 比如直播时 我们设置好一个场景 动场休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观众快速切换到 另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场景中 详细的内容 我们在后面讲OBS直播的时候会讲到 今天我们重点讲 如何使用OBS录制视频 首先 我们把需要录制的画面添加进来 这里点加号 选择你想要录制的画面 比如我需要把整个电脑桌面录制下来 选显示器采集 输入电脑桌面 按确定 这个跳出来的是显示器截取的画面 这上面显示的是录制的内容 这里可以选择是否要录制鼠标游标 如果不需要就把勾选取消掉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录制的画面里就没有游标了 我这里选择录制游标 然后选择确定 这个画面看起来显示的不是很完整 不要着急 右键这个画面 选择变换 比例适配屏幕 也可以直接按Ctrl加F来进行居中显示 这个地方显示的就是我们目前录制的画面 一般我们在直播或录屏的时候 都不会把整个电脑屏幕录制下来 如果你只想录制游戏画面 一定要先把游戏运行起来 然后在加号这里选择游戏采集 这里可以输入你游戏的名字 也可以不输入 直接点击确定 模式选择采集特定窗口 在窗口列表这里选择你的游戏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 现在录制的画面就切换成你的游戏画面了 如果录制课件类的视频 需要用到声音录制 我们需要把麦克风也添加进来 点加号 选择音频输入采集 有的主播电脑上会接入好几只麦克风 为了好区分 这里输入麦克风一号 设备项选择你要录制的麦克风 如果没有找到 得看一下麦克风是否成功连接到了电脑上 点击确定 来源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添加的麦克风一号 如果想在录制的视频里面插入文字 在加号这里选择文本 设置来源名称 点击确定 在这里输入你想要展示的文字内容 这里有一些文字特效可以设置 我们后面讲直播间装修的时候会详细介绍 点击确定 这样就显示在视频里面咯 为了获得更好的录制效果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设置 点击右下角设置 视频 基础分辨率这里选择4K分辨率 如果没有找到 可能是你的显示器不是4K或者8K的 你的显示器最高支持多大的分辨率 这里就能录制相应清晰度的视频 如果你确认你的显示器是4K或者8K的 那么在这里输入相应的分辨率就可以了 比如4K就选择输入3840 乘以2160 输出分辨率 这里选择和录制的分辨率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帧率这个 如果你是做游戏视频或者动画这种高刷的视频 选择60帧 如果你只是做课题这类教学视频 选30帧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输出的设置 输出 录像路径 这是视频录制后保存的位置 录像质量 与串流同等画质 这个是跟你上面这个区块选的参数是同步的 如果你选择无损质量 录制的视频文件会非常大 除非你有非常大的硬盘空间来存储 一般我们选择近视无损质量就可以了 编码器选择 如果你电脑上有独立显卡 一定要选择硬件 N开头的这个选项 通过这个来解码 录制视频会更快一点 而且画质也比较高 AV1 这是一种新一代的编解码器 相对于HDR64 它的压缩率更高 但很多直播平台不一定支持 保险做法 我们选HDR64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独显 那就选软件XR64格式 这个是通过你的CPU来解码的 画质会比较高 但是是性能 如果电脑CPU性能比较弱 带不动的话 也可以选择通过核显来解码 我这台电脑配置的是AMD的处理器 所以显示的是AMD 很多电脑上用的是英特尔的处理器 显示的应该是QSV解码型 录像格式 MKV和MP4这两种都可以选 MP4的视频比较小 但是你在录制的过程中 如果突然断电了 文件就会丢失 需要重新录制 MKV是每秒都在保存的 就能避免这个问题 所以如果你录制那种 无法再二次录制的视频 建议选择MKV格式 但是MKV格式 有些剪辑软件是不支持导入的 所以录制好后 需要进行重新封装成MP4格式 那如何封装MP4格式呢 我们先把这些设置保存一下 来到主页 在左上角文件这里 点击路线转封装 在这里选择你想要封装的视频 这里是封装完成后的MP4文件 保存的地址 点击转换封装 这个MKV的文件就成功封装成MP4格式了 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麻烦 在左上角文件这里 点击设置 高级 在录像这块 选择自动封装至MP4格式 最后点击应用 这样就可以把每次录制的MKV格式 自动封装成MP4格式了 我们开始录制一个视频 再点击结束录制 好 我们看到这里就提示自动封装完成了 我们再看右下角 这里也提示了MP4文件封装的位置 OK 关于屏幕录制的设置 我们就全部都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点击录制 它就开始在录制了 然后你会看到下面有个录制中的小红点 右边这里显示的是CPU使用率和帧率 如果你要停止录制 点击一下 它就会把刚刚录制的文件 保存到你设置的文件路径里 也就是这个路径 打开这个地址 我们就能看到刚刚录制的文件 录制的时候也可以暂停录制 这样录制的文件就不会拆分成两个视频文件 点击这个暂停按钮 这个就变成蓝色的了 下面这个小红点也变成了暂停图标 再点一次 好 这个就会接着开始录制 这里又显示录制中的小红点了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快捷键设置 点击设置 快捷键 开始录影和停止录影 这两个可以设置成同一个按钮 比如我把开始录影设置成AutoGL 停止录影 这个也设置成AutoGL 我们点击确定 来看一下效果 我现在按AutoGL 可以看到已经开始录影了 我再按一下AutoGL 好 已经停止录影了 左下角这里也显示了文件已经保存成功 这样我就不用滑灯鼠标来操作了 我可以把OBS缩小 然后就在屏幕上做我需要的操作 我们看一下屏幕下方有一个录制中的小红点 我按一下AutoGL就停止录影了 我再按一下AutoGL 又开始录影了 这里还可以设置一些其他的快捷键 比如暂停录影 开始串流 停止串流等 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设置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了如何下载 安装OBS 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屏幕录制设置 让它更符合你的电脑定制 也更贴合你的使用习惯 让你录制出来的视频效果更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点赞关注我 谢谢大家的支持